说体温是比代谢率更加重要的一个寿命的决定因素 刚才那个说是能够抑制癌症的一个生长 这个就直接说能长寿了 咱们看看这篇文章是说我们怎么长寿的 天翻译谈说你听了懂世面科学 各位好我是向飞 为您请到的是华大集团的CEO尹叶老师 尹叶老师好 向飞同学好 关于空调续命啊 不仅仅这个海外的这个学院有研究 我们中科院啊也有研究 并且呢也发表文章在自然杂志的这个子刊上 它是用两种小型的恒温动物啊 也是用非人类的这个恒温动物来做揭示 说体温是比代谢率更加重要的一个寿命的决定因素 刚才那个说是能够抑制癌症的一个生长 这个就直接说能长寿了 咱们看看这篇文章是说我们怎么长寿的 其实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明白啊 我们最近因为大家也都是新冠嘛 新冠疫情期间我们这个至少测体温变成了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其实你发现我们很少有人是37度 绝大部分都是36度多一点 可能36度5 36度23 大部分就是这样 所以人类的体温呢确实是在往下降 那人类的体温为什么往下降呢 这里面给出了一个可能性就是也许就是我们用了空调 而造成我们人类呢体温确实就是在一直往下降 不需要再保持那么高的体温 应该说它跟它的这个环境的热交换呢 环境如果能控制 那么这种热交换可能就会更充分 他们用了两种的恒温动物去证明啊 与长期生活在比如说21度 这个算比较低的环境下相比 相比32.5度的一个高温环境 低温环境会使代谢率降低 同时高温环境会让体温升高 最后带来的结果就是它的寿命短了20%到40% 过去呢我们一直理解就是代谢率对寿命的影响大 一般来讲你活得越快可能走得越快 这有一个叫生命速率假说 所以代谢率低它寿命可能就会变长 但是慢慢来看的话呢 我们也发现有一些可能不对劲啊 你比如说运动 那生命如果运动 它代谢率就提高了 但是明显适当的运动 能为健康生命带来很大的益处 所以这个生命率的理论 在目前的这种生活状态下 有一些就说不通了 这个时候呢 科学家也开始反映到啊 代谢率和体温是同步 甚至是同向变化 比如说我们现在都知道 像卡路里限制饮食 就每天去少吃一点 或者就是在一定时间内吃 发现小鼠和人类的代谢率都会降低 体温也会降低 这样的话呢 就会进一步的限制 它能量摄入的一个需要 所以科学家就开始把代谢率和体温 分开去看 看独立因素 哪一个对寿命的影响更大 今天讨论的这个赵志军团队和这个 这个John Spickman团队 他们就做了这样一个实验 就是区分代谢率和体温 哪一个因素对寿命的影响更大 这个里面用的是黑线仓鼠啊 那么仓鼠呢 就是一个是在32.5度养 一个是在21度去养 后来发现32度半的这个 它平均体温会高 0.5度 刚才说过了啊 温度高 代谢率就降了 寿命上看呢 明显低温的这个仓鼠要活得更长 发现呢 这个在高温的这个仓鼠 母的平均树们降低了28.2% 公的降低了差不多41% 但是如果你给高温下的这个老鼠们 你给它比如说就是吹个风扇 事情上就有一些反转了 还是32.5度的环境 但是给一个小风扇进行通风 后来发现呢 通风因为能把体表的温度带走啊 但是它不能改变代谢率 这种情况下呢 会发现尽管体温相近了 但是代谢率依然还是跟原来的这个32度半相近 这个时候你再去对比这三组仓鼠的寿命啊 你会发现呢 就是跟32度不给风扇相比 32度给风扇的这一组 不管是公的还是母的 其实它的寿命都在增加 母的增加了28% 公的增加了79% 这就是说夏天呢 有的时候没空调了 但是能散散风也是很重要的 听了这期节目可能有些朋友回到办公室 要把空调的温度再调低两步啊 可是这有一个悖论啊 现在不又有一种空调病吗 就是因为在空调房当中低温环境待的时间太久了 可能觉得身体虚弱呀 容易头疼啊 容易感冒啊 这会不会有一些悖论的地方存在 我们其实讲了这么多期了啊 我们其实没讲一篇文章的时候 夏飞就是你想连我们都会觉得它可能有些问题 所以整体来讲呢 我觉得今天我们主要讨论了空调可能给人类带来的一些益处 包括在动物实验上看到了一些影响 当然你说的长期的去依赖于空调 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在一些其他的代谢问题上会有一些问题 归根结底呢 也不能说大家一味的就追求冷 如果要追求冷 有一个数据是很清楚的 就过于寒冷的地方 人的寿命也是不多的 但有一点呢 是其实是这个一句老话了 叫若要小而安 要带三分 积和寒 换言之呢 我们在过去的一些实验也看到了 我们如果对一些动物去限制它的这种 营养的这种摄入 能够给它一些适度的 所谓的环境挫折 实际上对它整体的健康状况 特别是对它的寿命的延长 是有帮助的 当然这些证据呢 我们也需要同时比较两方向的一个证据 归根结底呢 在当下的这个全球的温室效应啊 或者说极端气候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呢 空调啊 我觉得我们也没必要去开到22度 大家有一个26度就可以了 刚才你讲的这个空调病呢 有一类实际上是由空调直吹 所引起的 所以归根结底呢 我们还是不要简单的去贪量 那可能会引起一些其他的问题 也希望大家通过这种学术文章的分享啊 看到科学家们研究的 某一个领域的某一个方向 但是呢 也不要以偏概全 认为这就是能够覆盖 所有人类奥秘的真理 科学的面对科学的看待了 感谢你关注今天的节目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